我今天的这个话题是 Chrome的扩展程序的风险 以及它那个Manifest v3的一个变化 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话题呢 是有原因的 我之前在Chrome商店又发布几个 其实是自己用的扩展 也有几个小众的用户 不过现在这些扩展全部都 全约覆没 原因就是因为Chrome上线了一些 新的一些安全政策 会不会导致一些旧的扩展受到影响 虽然Google说是这个东西 是在以后才会去限制 但是它其实很早以前已经对这些 比较久的扩展作为一些 要求更新的邮件 就是这个邮件说 你必须两周之内整改 没有整改的话 就可能会已经下架 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隐私协议 就之前发布的一些扩展 就只是描述了你这个扩展的功能 没有提供一个隐私协议 说你这个扩展会收集哪些数据 这些数据会用在什么地方 然后就是你的扩展里面请求的可能有带有 非HTPS的一些请求 这些会让Google认为你这个扩展是一些安全风险 然后就是你全线请求的Google多 或者全线功能这些都会都有可能收到Google的邮件 让你去限期整改 但是它的期限其实很短只有两周 那对于一个日常在维护的人来说 那可能很快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改好 那如果是这个扩展已经年久失修了 你再去想知道在工作繁忙之中 两周内只把这个东西修好 可能也不太现实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太 在投入太多的精力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些都下限了 那从这里面就引发出一个 Hroom扩展的一个安全风险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会用一些实力去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一讲 首先这个Hroom的扩展它有哪些安全风险呢 第一个肯定就是用户的数据了 那这个扩展它其实会去请求一些 Hroom浏览器的一些特殊的权限 这些权限它会让这些扩展的开发者 去拿到一些用户的数据 就比如说你标签页的内容 你的地理位置 书签 减黑板等等 然后它还提供了一些功能 可以对请求进行修改以及伪装 当然伪装的前提就是修改 就比如说它可以做一些代理 可以用一些Web Request API 这个稍后会讲 然后可以用一些后台处理的一些程序 去做一些你无法感知到的事情 静默执行 然后它还支持在页面里面嵌入一些内容 嵌入一些内容就改变你页面的外观 这个就有可能会被一些 别有用心的开发者去利用来 对用户的数据已经窃取或者破坏 我先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例子 就是请求跳转的一个篡改 这个跳转就是你的页面打开一个页面 本来是要打开的这个页面的地址是A 它给你对这个A做了一些手脚以后 让你跳到另一个地方去 这个跳转可能有可能是显示的 也有可能是显示的 但是其实我这个例子里面讲的是一个显示的一条 它可能会去替换你的请求的参数 比较常见的一些常见 就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在一个网站上 这个网站上就比如说支付 是吧 它打开一个淘宝的链接 淘宝链接可能会带一些 反例的一些那种代码在里面标识 我从这个链接过去 你买的东西 这个链接的发布者就会得到一些分成 但是这些扩展的一些创作者 他可能就会利用这个地方 利用这个跳转去把这些链接给你改 要改成它自己 从而达到一些牟利的目的了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短网址 短网址你本来跳过去以后 本来一个短网址你对于这个网址会跳到哪里 在没有解开这个网址之间 你就不知道了 那扩展的开发者也可能利用这一点去 把一个短网址跳到一个其他的地址 其实根本就不是以前的那个地址 但是用户其实是无法感知到 因为你本来就是个短网址 他没有这个意气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请求拦截的一个代码 那首先左边这个是一个扩展的 一个描述文件 这里边我们看它那个 Formation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它用到了两个权限 一个是Web Request 一个是Web Request Blocking 然后还用到了一个百度的 一个URL权限 这里边这个权限是要声明的 当然我这里边有一些用一些通配服了 只是你全部设成通配服也是OK的 可以看到我们在右边这个Invent 里边去有一个拦截 这里边这个Invent 它是有一个要求的 你要用这个Web Request API的话 你必须是 persistent的必须是true 也就是说它这个必须是一个 一直在运行的一个 background的一个页面 不然的话它这个API是没有全线交用的 在右边我们去拦截了一个百度的请求 然后拦截的类型是 就是那种XMLHTT Request 还有就是普通的那种网页 就这两种 然后把它的关键字提取出来 让它就跳转到另一个网页去 然后这里就是Google了 接下来我就用实际的例子来演示一下这个效果 可以看到我在这里面加载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扩展以后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错误 所以它会跟你讲说这个ManFest V2已经失效了 这个我们稍微会讲 我们先来看一个效果 打开一个百度 就搜个VS Code了 可以看到 我们在百度搜完VS Code以后 它就跳到Google来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扩展给它关掉呢 扩展给它关掉 就把画上了 它就依然是留在原地 我们打开以后可以看到这个过程 其实用户是不怎么能感知到来的 我这里面是跳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站 大家看起来就非常的明显 但是如果是它是跳同一个站 对不对 它可能会跳一个 或者是它跳到一个钓鱼的站 比如说你在Gmail上面打开一个登录的链接 它给你跳到一个 因为你知道自己输的Gmail 你对自己是有信心的 但是它里面登录的链接 它给你跳到一个钓鱼的网站 然后网址 如果你又没有细看的话 那可能你就中招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跳转的 这样一个例子 但是这个是显示的跳转 对你可以观测到它这个跳转 雖然你不知道这个跳转的是不是符合预期 但是它的确是在浏览器中可以看不到 这是第一个例子 关掉 第二个是页面媒体内容的篡点 这里面主要是指图片 这里面其实它依然是依靠之前的那个 Redirect URL 但是不同的是就是它更加 它会更加严密 因为比一个网址的跳转 用户是可以观测到 但是如果它把里面的一些图片给替换 那这个用户就很难去察觉 比如说我现在这边有一个下载应用的二维码 你在一个官网上下载一个应用 但是它如果把这个二维码给你替换以后 你扫描以后就是下载了一个离轨 然后你就觉得自己是在使用官方的 其实是一个被下来料 这个你是完全感知不出来的 因为一般扫完以后 直接就下载安装了 对吧 当然这个对安卓来说是很常见的 iOS它有商店 就不太可能出现这种事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 就比如说一些支付的二维码 这个就有点要命了 它给你把支付的二维码替换以后 你可能支付以后 你觉得支付给商家 但其实是你支付给另一个 同样的我们也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所以看到这里边 我把左边的这个其实长得还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我把地址的权限换成 All URLs 这个其实在Chrome的Manifest V2的时候 有很多扩展都是这样的 因为比较省事 不用去写每一个URL规则 所以说如果你在安装一个扩展的时候 看到它请求的是所有网站的数据的话 那你就要当心一些了 因为这里面确实可能会有一些安全的风险 在这个例子中 我是去把一个应用下载的一个二维码 替换成了另一张图片 可以看到这里边 拦截在这个请求的类型是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这个效果 稍后我会把这个GitHub的地址发出来 我们这里边替换的是一个绝晶 需要替换的是一个绝晶的这样一个维码 我们先来扫一下这个 可以看到这里边是一个绝晶的一个下载用 那我现在给它加点料 可以看到这个二维码就是有已经有发生一些变化了 我再扫一下 可以看到打开了我们GitBJ西安的官网 这里我们是演示我们打开一个正常的网站 这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人 他会去引导你去下载一个非法注册的非法的一个应用 或者是一个钓鱼的网址 那么你如果是从一个非常信任的网站 就比如说我们腾讯安全中心 或者是从一些你非常信赖的一些作者 发布的一些文章里面的一些耳朵码出去 结果下载到一个有病毒的软件 或者是一个有问题的网页 那这边就会非常非常危险 这个是一个替换图片的例子 事实上它也可以去替换比如说音乐视频 也就是刚才我举的这两个前面这两个例子 一个是下载二维码 一个是支付的二维码 这两个比较常见 它也可能会替换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的图片 一些引导的一些图片 这种都会有一些引起一些数据上的一些问题 会给你带来一些安全上的风险 所以这种就你很难感知到 因为你看我刚才刷新那个页面以后 那个二维码的变化 我们拿肉眼是很难去判断出来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复杂的图形 又不是说一段文字 之前写的是A 现在换成B 我一眼就看出来 你这是一个图片 刚刚是一个二维码 我感知不到 这个是一个页面媒体内容的一个串点 这种还比较表象 因为它还需要你去扫码 然后或者是点击下载去安装 有这样一个步骤 你可能会需要去 有细心的人可能就会发现这点的区别 从而进行一个 把这个就避免的步骤 但是后面再讲了这一种 小本内容的串感 这种就更难去感知了 当然它还是用的Redirect URL 全GPU都是这一套东西 用来提换原有的GS内容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因为它这个Redirect URL 它可以按需去返回 比如说我对这一个用户 是返回这一种内容的GS 对另一个用户返回另一种 主要用途就是表单 钓鱼 还有就是广告替换 就比如说刚才前面有讲那个 显示的替换那种 它会有这种情况 那如果我放一个脚本的信息 把你的页面上所有的一些 广告的一些营用都给你替换掉 这样就非常有 有很多那种广告拦截的一些扩展 就告诉你我这个扩展可以帮你拦截广告 对吧 然后这种扩展的权限一般都比较大 但是如果这个扩展的开发者 他会有一些问题的话 他可能就会用这种机制来 给他自己谋一些利益 这种放广告这种还好 对吧 只是他自己得利 你可能本身受到不了 受不了什么损失 那可能只是那些广告主 他可能受到损失 但是如果是钓鱼的话 受用受损失的可能就是用户自己 这个比图片那种就更难去察觉了 那我们也来看一个例子 左边这个跟刚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那主要是右边这一块 右边这一块我去也是 也是去拦截了一个GS的请求 一个页面中的 这边我拦截的是流浪社区的 它的一个GS文件 它替换成了另一个假的一个GS文件 然后这个假的一个GS文件 你们做了个什么事情呢 我在它提交这个表单的时候 它的秘密 但我这里边只是alert出来 事实上在现实的场景中 它可能是把这个东西悄悄地 发送到它的服务器或者什么地方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收浪设计区 实现实力的 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情形 是吧 我没有收密码 因为没有注册 我们现在把替换的程序加在里面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谁看到这个页面 它表面上没有什么变了 你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地方 但是我去提交这个表单的时候呢 它就把我的密码就给拿到了 如果它是在一个后台去发送这个请求 把你的数据送到别的地方去的话 那这个就很危险了 对不对 那你的密码就被别人偷了 而且你是完全感知不到的 因为它页面上没有任何的变化 甚至它拿到你的密码以后 它可以继续让表单继续提交 只是它中间做了一些手脚而已 能做到这一点的还有content script 可以修改页面内容的内容脚本 其实就是摇口脚本了 但是为什么这里面没举那个例子 因为content script的话 它需要把那些文件 会放置到这个扩展的包里面 因为这样的话审核人员就可以看到 但是这种去替换返回地点 这个js是从一个服务端来加载的 它是一个动态的返回的内容 相比之下它的这个隐蔽性就更高 当然其实那个content script 也可以远程的去执行一些代码 也不是远程的 就从远端拉出来一些代码去执行 这个我在后边也会讲一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就是替换js内容的一个例子 虽然也可以替换css 但是替换css来的话 对于这些投机者没有什么利益 因为css就只是装饰一下页面 只有js的话 才会对你的行为 会发生一些控制 接下来讲了这个叫做后台获取内容 其实它跟爬虫还有一些类似 但是跟爬虫不同的是 之前我们就是有很多的爬虫 就比如说你去模拟一个HTTP请求 那这种请求的话 它需要知道你的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受登录保护的页面 它会需要知道你的密码 知道你的用户名 然后才能模拟这个请求 即使是用那种无头浏览器 它也需要知道你的信息 但是如果这个场景放在crum里面 这个就是另一番场景 一定的光景 因为通常情况下 就比如说我的Github 那我本身就是登录着的 那他就会利用 有一些跨欄就会利用一些脚本 去偷出的去执行的一些内容 然后拿到了一些隐私的数据 在这个过程中 你也是完全没有感知的 甚至都你都不需要 你都不需要亲自去打开一个页面 像刚才我的例子里边 我还要先打开一个沟浪 一个社区的一个登录页 然后做一些动作才会 才会拿到一些数据 但是这种后台获取内容的方式 他自己就敲摸摸的 就已经在后台去做一些自己摸走的事情 这个用户在表象上来看 他是观察不到的 这里边也是一个例子 这里边的权限甚至比 刚才那个权限还要小 刚才那个权限还用到了Web Request Web Request Web Request在Chrome来说 是一个挺敏感的一个权限 如果你发布一个程序 用到Web Request 尤其是Blocking 这个审核周期就会比较长 甚至它会给你审核好几遍 但是你如果只是一个Tips Tips是一个很基础的权限 这种就很容易过了 但是即使就是这种 它仍然会做一些非常危险的操作 而且这种权限它其实都甚至都不需要 这个背景页面Persistent是True 它只是一个这种监听型的一个页面 都不需要一直在后台执行 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的这个Invent.js 这里边它做的这几件事情是首先是 先拿到先去打开一个GitHub页面 去拿你当前的用户名 然后拿到用户名以后 然后再去把这个用户名拼接成一个网址 去拿你的GIST的 SecretGIST的第一条 然后再去拿GIST的内容 如果这个是用一个普通的扒充来写的话 你要去访问一个GitHub的内容的话 你可能都要有GitHub的Personal Access Token 或者是用户名密码 才能调用这个AP 但是现在这里边它直接就跳过了 因为它直接就是用了你的授权的指令 不需要任何额外的一些信息了 我们也是拿一个实例来看一下 我们是想拿到我的GIST里面 拿到GIST里面的我的第一条Secret 这个Secret的网址你如果是通过一个 没有用户授权的身份去访问的话 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目前就有一个登路态的话 那你就可以拿到的东西 我现在是要静默的去访问 这个是直接出来了 这个是在拓展加载时就自动执行的 用户没有任何的点击 我把这个页面耍进一下 它首先拿到了我那个页面 从里面匹配出了我的用户名 然后拼接出我的secret的GIST的地址 然后拿到第一条 然后再去打开那个页面 再获取我的第一条的GIST的内容 就是在这样一个全程中 那如果我不去当然我这里边是手工LOG 那我如果不LOG出来的话 那从用户来说的话 我这个页面根本就没有打开 我自己没有手工打开这个页面 我只是加载了这样一个图 然后我的东西就敲默默的就被拿走了 当然这个例子中我这个比较简单 我这是一个CHAS的 没有什么商业价值 那如果说是一个Gmail呢 对吧 那或者是你是一个 你登录了一个你的 比如说那种什么web3的 一个钱包的一个账户 它都可以通过这种后台去 用你的登录台去访问你的内容 但是你完全感知不到 它可以有这样一个行为 而且这个扩展它需要的权限还不高 这个人登录就防不胜了 这个是一个悄悄的去抓取内容 抓取内容 他也可能会去发布内容 那抓取内容的话 也就是丢一些信息 那如果你这个信息比较重要的话 那是很要命的 你的商业资料丢失 比如说你的Gmail 你的或者是你的语言服务 比如你WS 你打开以后 别人敲摸摸进去 就拿到你一些关键的东西 或者是你的一些 配置的一些密实 如果是显示的 显示在页面上 它也可能会抓取 这种都是 针对秘密数据的一些 隐私数据的一些特定的东西 发取 那接下来讲的这个 跟这个 跟前面的抓取比较类似 它也是一个在后台去做的事情 就是后台发布内容 也是在用户不察觉的时候 就静默的去特别标签页 对页面进行一些操作了 然后跟之前的抓取一样 它也不需要很高的权金 而且也不需要考虑授权 因为它用的就是你的登录的授权 这种做什么 主要是做什么用呢 一个是也可以切举行区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伪装 发布一些内容 我先实际演示一下 再来讲这个伪装发布 这种事情 那我们这个 这个扩展其实也很简单 可以看到很简单 它就是建立一个标签页 然后打开只用URL 然后去执行一段代码 这个代码在后面 这个代码做了个什么事情 它打开我的一个页面 那么那个页面打开 这边我要举例子 是用JDDC的一个 它打开一个页面 给这个title里面填移植 给这个body里面填移植 然后点击这个submit button 可以看到我这里刻意的去模拟了一些 用户的行为习惯 比如我先focus 然后再给它更新一些值 然后触发一些那个input事件 然后再给它取消失去焦点 然后底下那个body也是一样的 最后我做一个严实的动作 然后去让它点击那个submit button 这里边我做了两种 一种是我打开这个标签页 它是机果状态 另一种是我打开这个标签页 它是未机果状态 这里边我们也来演示一下 这个扩展是有一个UI的 因为我演示起来比较方便 我可以加了一点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个按钮 第一个是postactive 第二个是enactive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它打开这个标签页以后 自动停了 然后这里面就成功发布一条信息了 这里面我只是点了一个扩展里面的按钮 实际上你不点按钮 它在background page里面 也可以去自动去执行 这里面我这是也是需要我加了一点 这样的话它就在我没有授权它的情况下 就用我的身份在一个网站上发布了一些内容 那我们再看一下那种inactive的形式 后台已经有一个按钮打开了 可以看到这边也发明了 就是这个标签页没有激活 没有激活 然后它也去发了这样一个信息 对吧 虽然这个情况在我们现在看来 我是可以观察到 因为我看到那边有一个新的标签页 发不出来 是吧 你觉得这种方式其实没什么 我都能观测的 那事实上我们在 它可以做一些动作 在观测到你的浏览器 没有处于到处于一个激活的状态 就是你的视线没有在这个浏览器里面的时候 它给你做这样的动作 那这时候你就观测不到 对这个刚才有做一个settimeout 让它延迟执行 我们可以再看一遍 刚才我是一直在观测这个影片 我现在再再再再执行一次 OK 我点击后 我把这个页面最小画的 我等上去 它又发了一些 我最小画以后 它就把这个东西发了 那其实作为扩展的一些 就是这种扩展的开发者 它可以去监听你的习惯 因为Chrome它是有一些API可以知道 你是不是窗口在激活状态 它可以在这个时间去触发这样一个脚本 去执行一个动作 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观测不到这个现象的 即使它有打开这个新标签页 你也是观测不到的 当然这个还是在浏览器中打开的 对于一些有些网页 它甚至可以把它加载到那个背景页面中 就是中有一个背景页面 这个页面是没有任何页面显示 在这个浏览器里面 它只是一个在后台运行的 这里边其实它也是有Done 它可以在这里面加iFrame 然后再给它执行代码 在它里面执行代码 在观测到这个网页加载以后 它使用的那个comment script 可以看到它建立一个标签页 建标签页后成功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它 它在这边执行了一段代码 执行一段代码以后 然后在观测到成功以后 自动再把这个标签页再关注 然后就达到一个全程 它自己建标签页 然后做一些见不到人的事 然后在自己关闭 然后这个过程中你完全不知道 然后你自己过一段时间 你打开你的比如说社交网络的 你看谁发的 然后后面这个代码 可以看到它是用字符传拼接起来的 它能拼接的就意味着 我这个代码是不是可以存储在服务器上 我拿回来以后 我自己组装成一个另一个样子 比如说我给 从WebStore的审核员看的时候 它以执行返回的是一个正常的 等我这个东西上线以后 我要把开关也拉开 然后它就返回一个 带有恶意代码的东西 然后让它用防护审核 审核觉得它审核的时候没有问题 它返回的内容是一个看似正常的内容 但事实上这个东西就是它可以操控的 这些就是一个 就是像这种excuse script的这种形式 就是那种就比如说temper script 它基本上都都是用的这种 都是用的这种方式 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对吧 然后我的电脑 因为不小心我中了一个招 然后这个东西 然后他又用我的名义去发了一个 就比如说马斯克 对吧 他现在发了一个 他中了一个国中扩展的病毒 然后他在推特上自动发了一条信息 说这个东西去交以后有啥好处 可能很多人就因为 马斯克有他的权威在 人都觉得你是个名人 你应该骗人 应该不会骗人 结果进去以后做重招 这种事情就很有可能 他用你的身份 伪装成你去做一些 你不受控的一件事情 这都是Chrome扩展 现在就是有很多就是 非常令人诟病的一个原因 他有这些危险的事情 当然我这边只是演示一部分 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的 就比如说他可以操作你的剪接板 因为只要申请了剪接板的权限 他就可以给你的剪接板 在这时候去做一些那种 因为剪接板有时候会 会复制粘贴一些 你不希望被别人看到了 但是他就可以通过一些程序 把你的剪接板的变化 全部都发送到他服务区里面 然后再去提取一些 对他有利的一些有用的一些信息 另外就是他可以修改代理的行为 对于一个普通用户来说 他可能用不上代理 他没有做什么代理 但是他安装了一个 本来是一个其他的功能的扩展 这个当时这个扩展的作者 他也有用心 他在后台悄悄的 装了一个自己的代理 然后你的请求 都会代理到他的服务里面去 然后他在这边 可以做一些乐意的事情 剩下的一些比如说 获取地理位置 获取你的浏览历史 历史记录 书签 这些都是可以办得到的 只要有相应的权限 有的人留言 搜索历史被获取了以后 这个要挟 这个就很难受 还有就比如说 他会盗取你的Cookie 因为他这个扩展是有拿到 这个Cookie的权限的 如果他申请了这个权限 他可以去操纵你的Cookie 上面的内容 但是Cookie的话 如果是你直接把这个脚本 放在拓展这个包里边的话 应该以一般来说 危害没有那么大 因为web store审核员 他会审核吗 他会去查查这边 但如果是从远程执行的话 这个就有点危险了 但如果你是从非web store的渠道 去安装这个拓展的话 那就那就不一定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相关的知识的话 你直接绕过一个审核平台 装一个你不知道具体行为是啥的一个扩展 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行为 还有一种是那种有一个东西叫Chrome loader 这个东西他在Windows下 他用PowerShell 就会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帮你装一些扩展 这些扩展的权限也不受你控制 然后就会静悄悄的 他甚至连一个界面等等 他会静悄悄的 会盗取你一些的内容 当然这上面都是程序的问题 那当然最危险的还是人了 一边举一些例子 之前有一些很著名的扩展 都慢慢的就爆出有一些窃取 不隐私的一些行为 这些扩展可能是这个扩展 做着自己的恶意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做这个扩展 本来只是一个业余爱好 然后有了很多受众 突然来了一个人说 你这个扩展很流行 给你一些钱你卖给我吧 对吧 这个扩展做的时候想 我这个业余时间搞一搞的东西 冒出来很多用户 竟然有人愿意为他付费 那就卖给你 卖给别人以后 然后这个人就会用这个扩展 他做一个更新 然后再加一些恶意的代码进去 但是作为扩展的用户 不知道这个事情 他本来想的 我之前装这个扩展挺好用的 有一个更新 我就更新一下 结果就知道了 这种都是很常有的事情 就比如说以前Sterlish 它会窃取你的网址 你看这里边一个例子 就是它把你的Google文档 那个共享地区给你偷走了 这种是任何人拿到链接 都可以编辑的这种 给你偷走了 如果你是一些重要的 或者一些公司的一些术语 这个可能就会引起很大的问题 数据安全症的问题 还有比如说一个扩展叫 Full Page Screenshot Capture 这个它会去偷偷拿你自己位置信息 然后也会去敲摸摸地去 去拿走你的用户信息 然后这种 这种它还包括Netflix Netflix starting 这种就是它可能看 这个就是应该属于一个广告程序 它会把一些广告程序 迁入到你的页面 对 来这个页面的广告是这种 它替换成另一个 或者是它把原本的广告 换成它自己的那个版例链接 从而达到一个牟利的效果 然后有一些扩展它还很精明 就是它当开始安装的时候 它不做这些事情 然后等你使用一段时间 它才去做这些恶意的行为 让你就感知不到 然后审核任爱审核 因为它可以通过远程的开关去控制 这样的事情 接下来就讲到这个Manifest V3 之前的那些东西都是V2 V2 它里边都是一些危险的权限 没有受到很好的质疑 那么为了应对这些问题 Google它就推出了一个新的大版本 一个更新 V3 它都在讲V3前 我们先简单讲一下这个描述 刚才我举例子里面也有 大家有看吧 这描述文件是干啥用的 首先它会描述一个扩展的基本信息 叫什么名字 版本是什么 图标什么样子 然后包括包含了一些权限 然后还有一些本地化的一些设置 还有一些数据的可访问性 还有可以配置的一个图片 小本之类的 它是一个描述文件 之前的那个版本是2 现在升级以后 它这个版本就升级到3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图片 有很多的V3 到了这个3以后 很多扩展就用不了了 然后它的主攻的方向是什么 就是隐私 安全和隐私 刚才看到的那些例子中 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它主要就是把一些 可能会发生不可控的地方的一些权限 就给你主上了 这个就影响了非常多的扩展 有些人对这个改变就拍手称赞 这个用后隐私的保护 那当然也有对这个不欢迎的 不欢迎的可能大部分都是作者 这个东西影响了就是 几乎是所有的扩展作者 那对于本身就那种遵纪手法 遵纪手法就普通的作者来说 这个东西无一增加了 他们开发一个扩展的一些工作量 因为本来一个很好弄的功能 你就要绕很久才能实现 原来同样的功能 但是就是伤害的 伤害的是这种普通的推法者 当然他也阻断了那些有恶意的推法者 所以他其实有一些褒贬不一吧 然后一些主流的浏览器也在登进了 这个Manifest V3 它是Chrome内核的浏览器 它都会去普遍的推这个方式 当然Fairbox也有支持这个计划 现在好像还是在测试中 大家都会去跟进这个东西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去替代 可能好像只有Chrome这边 它有一个明确的计划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时间点 在看来就是也就是今年了 今年1月份的时候 他就说他不再去允许这些V2的扩展 就是你从一个改变它的那个扩展的可见性 你本来是一个private 改成public 不允许 当然时间点是这么写 但是事实上是另一回事 就刚才我在一开始的时候给亚看了图 他会给一些原本就是V2的版本的扩展的作者 去发邮件让你限期整改 你不限期整改就给你下架 然后要整改的话 他又让你去填很多V3的时候 才会需要用到的资料 这就造成了很多人的干脆 其实就是让你升级到V3 是吧 然后给的两周时间又很短 这等于说是有些扩展就被迫下架 我就是受害者的1 然后他说是4月份到那个4月份的时候 就不再去接收新的V2的版本的扩展提交了 就是你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之后 如果你要发布一个扩展 那你就必须使用V3的这个manifest 你用老版本的Chrome压根不给你审核 你就挡住了 但是事实上它停止支持的时间点 其实要更靠后一些 之前这个时间点好像还比较前 这个好像是已经推后过一次的一步的 它是在准备在那个2013年2024年的时候 才会逐步的去把所有的V2的 直接从所有的那个 所有的Chrome版本中去移除掉 当然这个又比较长远 后面会不会变化呢 也说不来 那么后面讲一下这个V3 从V2变成V3的话 它会有那些变化 然后这里边会影响到之前的那些增渐点 首先当然是版本的变化 这个又没啥说的 就是从2改成3 这个很好 然后就是刚才讲那个Betrogram page 刚才就是我们在V2的时候 都有一个Betrogram的 有一个Persystem True或者 False 这个东西是你要么可以就是一直在后台运行 要么就是按需运行 我换行你的时候你就起来 运行完了你就结束 但是前移到V3以后就没这个东西了 你直接就不叫页面了 直接叫一个service worker 它就改成service worker 而且这个service worker就受到了很多限制 但是它也引入了一些别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它可以使用那个model 可以用组件化 然后这些东西用处不大 因为现在很多些扩展的 都是用的那些文艺和view的 你直接就写好了 一会之后就打这个ball 都不需要用这种 像以前的纯净态的 你去再去import一个进行去执行 我感觉这个type的支持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因素 然后这个service worker 是对扩展影响最巨大的一个变化 首先它不再叫background 就是说它不再是一个在背景上运行的一个营 它只是能提供非常有限的功能 在之前的background配置的话 我可以让这个配置一直在后边预想 即使你这个Chrome最小化 即使你这个Chrome 甚至甚至你去注册一下 甚至我的Chrome没有打开 有的打 它也可以通过一些条件去让它执行 但是变成service worker以后 只要你执行完 它立马就中断了这个生命周期了 就可以运行了 就是说你变成service worker以后 就能做的事情就非常有限了 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之前 之前可能有一些扩展 它是一些播放系 就是我在后台去播放个音乐 我没有任何榴展器标签也打开 但是我就是有音乐在后面播的 因为它就是在这个background配置 现在改成service worker以后就办不到 因为service worker运行完立马就结束了 你如果是长时间运 它就给你Q掉了 就没有办法运行 你去运行了 还有一些比如说下载的一些东西 之前在background配置下载 现在可能也就不支持了 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 就是后面讲的一个 第一个是去操作DOM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可能在备行页面里面 可能去可以去加载一个i-frame 去隐藏的去执行去访问一些页面 然后执行一些脚本 那现在就不行了 因为这个service worker里面不支持DOM 甚至连DOM parser都不支持 你想去拿就是你只支持Fetch API 你看后边的HT request 都不支持只能用Fetch 只能用Fetch就表示有一些底层的一些用法 就比如说我显示个进度条2 这么的关不到了 一些二进制的可能它也会受限 都只能用Fetch 就只能做一些非常通路的操作 你没有了HTML 没有SML 然后只能有Fetch Fetch回来的东西 你还如果是一个DOM的话 你还没有办法解析 你还得到外边去解析 然后这个service worker 就变成一个功能 非常小的一个东西 非常小的一个东西 很受限 这就渡学了很多那种恶意扩展的应用 当然的双刃键 就是它恶意扩展执行不了 那一些善意的扩展有时候也执行不了 就比如说现在很多那种广告屏蔽的应用也受到了影响 当然它是有可以绕过去的方法 除了那个service worker以后 还有一个叫做引入的东西叫host permission 之前我们如果想要访问 就是在后台去请求一个网址的话 它是把这个网址是配置到permation里面 它是跟其他的权限混在一块的 而且可以用一些通配的话去 通配服或者是 跟AllUIL去请求所有的应用 甚至可以请求本地的文件 甚至是别的扩展的内容 它都可以支持 但是现在这个permation跟host permission就分开了 就比如说我想通过后台 我想batch一个API然后去返回一个数据 我这个API就是单独配置在host permission 而且不但你要配置到host permission以后 你在上线的时候 你还要在商店里面提交里面 还要明确说明我为什么访问这个网址 我访问这个网址要做什么事情 拿到什么数据 然后这些数据做什么用 就非常繁琐 但对用户来说 这可能是一件好事 更加安全了 然后就是一个也是一个重头戏 就是执行代码 它现在mv3以后 所有的代码逻辑都必须定在这个扩展包里 刚才弹幕里边其实有人问过 就是说那是不是油喉脚本就不能执行了 对吧 像temporary script的这种monkey script 肯定会受到影响 因为这种就是动态执行代码 它要求你的代码逻辑必须写在扩展包里 就是说你所有这个扩展当执行的javascript代码 都必须要经过webstore的审核 是吧 他还给你的一些建议 就比如说我这个代码 你这个代码功能非常多 要100个功能 但是你可能按需制程 同一时间可能执行其中一部分 他就给你讲 你把你这些功能全写进去 然后你可以从远程拉回来一个json文件 然后根据这个配置决定去执行哪个代码 但是你不能说我这个代码是从远端拉出来的 我回来动态执行 你可以办到这种事情 这里边他推荐使用这个secure script 现在换成script 之前是从tips这个权限去调的 现在换成统计换成script 这个功能它有受限也有增强 受限方面就是它不可以在动态执行代码 我们之前还有一段动态执行的js 在这里 就是之前是可以你用字符传去拼一个代码去执行 现在这个就把这个路就封死了 就不可能了 你要么就是直接引入一个js文件 让它从web store去审核以后你去执行 要么就是你在里边直接写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话 然后可以去传给这个excure script做一个参数 然后去动态地去执行 然后from会给你去改变一些上下完成 他在页面中执行的时候 就可以拿到正确的一些contents windows document 然后他也不可以使用cdn了 就是之前有一些 比如说你引进一些jQuery 直接从cdn把这个脚本就加载到你的 比如说popup或者一些options的一些页面中 他现在不允许了 他现在只能是不能用cdn 你必须把 你可以把这个cdn这个代码拉下来 放到你的代码裤里边 把它打到包里边 然后让裤去 但是你不能从一个cdn去取这个东西 相应的evo也不能用了 因为他要你走 他就是所有动态执行代码就是 都受限了 都不可用了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措施 就这个措施可以说是一刀切吧 但是它的确是在很大程度上 保护了用户的一些信息吧 还有包括请求修改 刚才我演示的好几个 都是依赖于blocking web request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黑盒的 就是你这些东西怎么执行 他之前都会动态的去处理 chrome web 到的人他审核的时候 可能在这个地方审核就不明白 因为你可能动态执行 你其实审核的是A 他后面给你做个B的功能 你去block 现在他就推荐你就用 declare to net request 这个跟block就是前面那些 其实功能非常相似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他要把你所有的 你filter那些网站block那些网站 全部都定义到manifest的中 让他去审核 你不能说是我这个东西是个动态 不允许 你必须全部定义好 明明白白写在你的文件里面 你这个东西要做什么用 这样子其实就很大程度上杜绝了 杜绝了一些非法的一些处理吧 勾切了一些行为也好 那哪些扩展会受到影响呢 刚才有讲这个temperspeppermonkey 这个你本身就是我一个 我从远处端下一个GS 我是这还得加一些依赖 我动态的直行改变下意念 现在也没戏了 能不能绕过 我最近其实倒没关注这个temperspeppermonkey temperspeppermonkey的作者怎么去把这个 给绕过去 反正这个功能以后肯定会受到 即使能又绕过它的功能 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那就是各种那种addblocker 你像 像addblocker的话我们 就常就是可以我自己加一条 广告的规则 然后他就可以拦截一个东口 现在就不允许了 所以你要拦截哪个网址 你必须要定义的manifest 你不可能指望说我一个用户 我一个普通的用户 然后你让我再打开这个扩展的manifest 去把我的规则加均 你再保存一下 再重新加在里面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各种广告屏蔽的这种应用 也都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限制 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个功能达到70页 它这个70页里面有一些很多的模块 有一些模块 它就是动态从服务器拉回来的 然后就执行一些结果 然后展示在里面 现在这种也会受到影响 然后就是音乐播放器监控类的 爬城类的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不再允许Background Page 你这个没有一个持久 运行在后台的程序去给你提供这样的支持 你这些类似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就是这样的情况 有什么建议呢 就是尽量从Chrome Web Store去安装了 然后就是安装扩展的时候 你需要确认一下 你承受权限是不是超过了 就是你这个应用的范围 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查词点的一个应用 但是你却请求我的地理位置 或者是请求我的cookie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甚至然后就是对于直接从圆满安装的扩展 你一定要再三的确认安全以后再安装 刚才讲到Decreative Net Request 这个虽然说它写在Manifest里面 原来需要Web Store的审核 但是如果你是从圆满安装 那你就 你如果没有这个审核的经验的话 你看不懂那个Manifest 他即使把一些非常恶意的逻辑 就写明明白白写在Manifest里面 你其实也你也查诀不到 因为你不懂这个东西 所以你从圆满安装扩展的时候 你一定要小心小心 然后就是要定期检查 有没有陌生的扩展 被安装到你自己的浏览器里面 刚才讲到Chrome loader 他用Parishell就偷偷摸摸的 安装一个扩展键 也没有UI 也没有图标可以点 页面也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他偷偷的就偷你的数据 我其实有掩饰过 甚至偷偷用你的身份发布数据 然后就是国内的一些Chrome内核的浏览器 安装扩展时你也需要慎重 因为它都是V2 前面我讲到的那些问题它都会有 尤其是国内的一些商店的审核 也都非常拉胯 有的压根审核都不审核 所以这个扩展就是虽然极大的便利的 我们浏览网页的一些 或者使用浏览器的一些体验 但是它的确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的话 你去从一个不明来源的地方去实行一个扩展 那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OK 现在是QA时间 看一下有没有主要有点什么问题 这个我就刚才有讲过 就是这种油猴的脚本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你不能动态之间代码 这些油猴脚本就基本上就失去了用武力 个人扩展开发者越来越少 这个也说不上来吧 因为你这个只要浏览器一直在用 就可能会有扩展的需求 即使他要求严格一些 但是也会就是你只要需求在那 或者开发者就此 只不过是他做起来可能麻烦一些 但是并不是代表不能做 你如果是一个就是按照规则去做事的人 你想做事情的话 其实你只要请求合理的权限做合理的操作 其实是完全OK的 Google这边应该也不会拦着你 这个跟上面是一样的 开发时加载本地的插件 如何能去掉自动提示 这个自动提示 我没有不太清楚你指的是什么 这个我不确定你说的是什么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那是指的是那个安装的时候 去抢求权限的那个提示 是吧 这种可能没有办法跳过了 这个可能没有办法跳过 因为它是Chrome本身的一个功能 调试插件 调试插件跟调试网页没有什么区别了 扩展它有几个页面 一个是它的那个背景页面 就这个background page 这个是在后台运行的一个页面 另外就是像这种 像这种页面 就是它你带一个按钮 你右键的话它就可以调试 就跟你调试普通网页是一样的 还有那种修改内容的 就是我打开一个 这是我这边装了一个 修改月名的话 我们打开这个stores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测边栏里面可以看到 有哪些扩展在你这个页面中去插入的内容 那个cambler script插入 这个是百度自己的 这个是扩展的 这个是扩展的 这个床名字上可以看到是 它在里面去插入一些内容 然后这里面还有这个 创登 script 这里面就列出更全面的 1Password 要在那边做一些脚本进去 然后其他的货 也都多多少少也加一些UGS进去 你都可以在这里面 都可以在这里面 什么来讲 就是一个是那个背景页面 一个是这个pop页面 当然还有一些设置页面 这种页面也可以调试 也就是审查员 都可以 其实它说来说去 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网页 只过是Chrome给它了一些更加高级的API去调 让它有更高的权限而已 签名的话 就是你去在打包的时候 你去可以指定自己的签名 然后在Chrome的这个网站上 就是你发不到Chrome上面 就可以验证一致 然后你去升级一个新的话 它只要签名优质 它就认为是同一个 然后你篡改了以后 它就变成两个软件 那就不至于会被替换 但是签名你在这个 再保持真直一致项 你都防不住 刚才我讲的那些 我要扩展被人卖了 本来这个开发这样开发很好 他把这个扩展卖给另一个人 那个人能卖给他 他拿到签名了 其实很简单了 对吧 你签名也卖出去 你签名再一致 就是他说该做S的防备 启动的时候提示卸载 这个应该是没有办法弄查的 没有办法 就是最起码在V2的时候 在第二个Manifest V2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个 它谈这个页面 因为它就是一个 扩展的本身的一个机制 他只要注册了这个事件 然后对这个事件 就是一个动作 它就会弹出这个页面 你防不住的 但是V3的话 第三版的话 他把这些API全部都废弃了 就是说不再有这些启动的时候 去让你执行一个Tips 这种就不可以了 他就把这些东西都速决 因为那些几乎都是被用来滥用的 我卸载之后还要调个调查问卷 我甚至我更新的时候 还要弹出来个页面 让你再看个广告 这种就是Google觉得就是它 它被应用于广告的这种场景 更多于其他的一些场景 所以干脆把这些API基本上都废弃了 几百个插件怎么排查 这个目前来说没有特别好的方法 之前好像看到文章里边有一些工具 但是我没有整理在我的PPT中 我稍后可以找一找资料 到时候连PPT一块发出来吧 但是那些工具说实话都比较老了 对于新的扩展能不能支持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OK 我来选一下奖品 就是熟面孔 这个AKSH 这个 变各的双马尾 大家这个给我支持一下 你这么挺我就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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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我已经做了 就随便透一透吧 就是脑面孔了 OK 那就是没有脑袋的叶白 NYNK AKSH 我不会念 对不起 然后间隔了双马尾 就这些 然后这些中奖的小伙伴就是我们稍后会私信给你们 然后你们也记得给我们发一下你的地址 我们会安排邮寄的 邮寄应该是到下周了 但是我们截止时间是这个周日 周日的晚上 注意看一下私信